主播三号才刚开卖的苹果手机iPhone X 在台湾有人开心拿到新机了 却发生手机死当的情形 台中一名阳性男子 向官网预购了三万多块64G的iPhone X 开卖当天新机到手 但才用不到两个小时 竟然出现读不到SIM卡的情形 他把手机更新之后 却还是无法解决系统甚至还死当 让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他使用不到两三小时 他就一直跳出请插入SIM卡 从电脑下载最新的iPhone 还有他的软件 只要一按开机 就变这个画面 杨性男子一开始以为是新机没有更新的关系 还把手机连上电脑进行更新 但前前后后试了十多次 手机却还是出现相同的状况 完全无法使用 就连要拨打电话也不行 正对这个案例 3C达人就表示 有可能是因为卡片太旧 手机因此读不到SIM卡 而连接线品质电脑驱动程式 或者是防读软体等这些因素 都也有可能是导致升级的失败 建议是直接找苹果门市人员来处理 只是号称时尚最强的iPhone X 才刚拿到手就发生 如此的状况 都让人有点无法接受 那么以上就是目前掌握到的情形主播 以後是在阶段变中 就是在阶段变中 所说的说明 然后是在阶段变中 或者是有可能事